第十一章 第一節 過了一年 到獵王出戰的時候 大衛又差派約合 率領神博和以色列眾人出戰 法門就打敗亞門人圍攻拉巴 大衛仍住在耶路撒冷 沒錯 昨天我講到原來在你人生當中 當神建立大衛會幕的時候 祝福會噴噴的聲音臨到 於是你甚至擁有人生的第一個藥鴨 我提到擁有人生的第一個藥鴨是一個試探 但是你可以不拿這個試探 你就會在祝福當中 但是拿這個試探就像大衛一樣 他藉著藥鴨去發展這個惰性 於是在昨天我們講到大衛發現他在一個犯罪的溫床當中 在這個溫床當中是來自身邊的人對他絕對信任 一個這樣的社區 在這個社區當中沒有一個對他有防備的 但是在當中大衛變壞了 他突然覺得我是一個我喜歡怎樣犯罪都可以的溫床 太多東西試探我了 其實不是 但是你要預備在神的祝福下進到祝福裏面 你都要比以前更加持受 記住 不要怨神給一些責任是你承擔不到 沒有他不會給一些責任你承擔不到 他給一些責任甚至你做不到 OK 但是其實你是有做到一個機會 如果你每一次敬拜讚美 每一次建立你人生的大衛會幕 你都是專心敬拜讚美的 我想你知道在外國讀書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我身邊的朋友都犯奸淫 但是我根本不需要用力去勝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本身每一天都喜歡拿著結他 去彈詩歌去敬拜讚美神 我簡直覺得這些根本不是試探來的 沒錯很多家長把這些學生送給一個光景 他突然間覺得 為什麼我會進入一個犯罪的溫床 我喜歡買鹹書也可以 我喜歡看小電影也可以 我喜歡去Georgia街 去同性戀或者去找妓女也可以 明白我說的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些學生突然間進入一個 去認為犯罪的溫床 因為來自他父母對他的信任 但是我進入這個犯罪溫床 我由當年到今天 我一直都不覺得當時是一個什麼犯罪的機會 因為我根本沒有那種試探 沒有那種軟弱 是因為我願意做一個很簡單 每一個初信都做到的一件事 就是敬拜讚美 但是反而很多信了主很久的人 就去逃避這件事 然後去生 信主很難的 事奉很難的 持守很難的 很難不貪心 很難不犯奸任的 你知道這些人究竟是多麼蠢嗎 他不做聖經最基本的事 他以為自己已經超越了聖經 超越神 神給我們的信仰其實是做得到的 只要我們去依賴成靈 在敬拜讚美當中 除了我們付出給神 神也會去負責我們 好了 我們看到第二件事 原來大衛突然間一放鬆一放屁 他就已經是一個犯罪溫床 因為身邊的人完全信任 你知道信任的程度到什麼階段嗎 就如我所說 大衛他將要殺害烏利亞的計劃 這封信是交給烏利亞 帶他給若鴨 OK 你要看烏利亞是信任大衛 大衛輕易可以出賣這個烏利亞 輕易可以殺他 但問題是若鴨呢 烏利亞是若鴨的得力助手之一 你以為若鴨不知道 烏利亞有個極其貌美的妻子嗎 你以為若鴨想不到 大衛這樣做是為了什麼的嗎 若鴨當然知道 但若鴨是怎樣 若鴨是絕對為大衛賣命的 他真的召殺了烏利亞 並且很怕人去報這個喜順 如果你看回聖經 當若鴨教這個信差去報這個信的時候 直接擺明若鴨以喜順的方式 教這個信差去告訴大衛 若鴨知情 他照做 你見不見 挺姊妹 原來我們進到神的祝福裏面的時候 傳出一個單純的心去進到一個領域 那個領域是神是不設計你去犯罪的 有些人會問 為何撒旦他成為神的天使長 他會犯罪 神設計對我們的高星 去到一些位置 是絕對完全信任我們的 在光景當中 神預我們去犯罪 但當我們放屁的時候 當我們從神的關係斷絕了 所謂斷絕 其實就很簡單 你由最基本的敬拜詐美開始斷絕 你有個人的敬拜詐美 但群體的敬拜詐美是極其美好的 因為你所得的因果是更加多 如果我們不懂得珍惜 每一次在家序裡面 甚至在主日聚會的敬拜詐美的話 我告訴你 你絕對不知道你究竟錯失了什麼 我能夠說這一段說話給你聽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知道的分野 我知道我從敬拜詐美當中所得的力量 在信仰上怎樣幫助我講到 怎樣幫助我去找一些啟示 去做一些責任 去面對一些衝擊 是一般人絕對不可能面對得到 我想讓你知道 弟兄姊妹在群體當中 一間教會主日聚會的敬拜詐美 那種的因果 你有生之年 我想讓你知道 就算人家殺了你 你也不要錯失一次 這個是真的我是這樣想的 OK 它是遠遠給我們自己加醉 或者個人敬拜詐美所得的東西 是多很多倍是沒有辦法估計的 OK 我仍然是那句 我是很忠實地去告訴你 一個事實 在過去25年裏面 不絕是加添力量 給我能夠有機會侍奉 在過去30年裏面 尤其是我侍奉之前的信主 成為平信徒這五年 敬拜詐美所加添給我的力量 是可以說是不能言喻 能夠使得我能夠 去跟從神的時代步伐 去完成神要求我做的每一樣 可以說一般人不能夠完成的這些託父 都是從大讚美之取出來的 你知不知道 這個就是神要重建的大衛會目 但是這個神重建的大衛會目 他用十億的秘密告訴你 如果你不懂得去選擇好那邊 那你就會選擇極之慘那邊 不要讓你的惰性出來 不要讓你自己成為一個領袖的時候 你突然間轉了態 是一班全部信任你人身邊去犯罪 大衛就是一個禁的人 但是記住 性格這個問題 在我們今時的問題 絕對不是難 只要你記住 有心之念 同神納約 每次有機會敬拜讚美神的時候 你盡心敬拜讚美神 沒錯 或者你真的在聚會當中有工作去做 做完之後 立刻盡心敬拜讚美神 或者能夠並存做事的時候 都敬拜讚美神的話 兩樣一起去做 神是配得你這樣做的 神是配得的 是不是 我們敬拜讚美神 最主要的理由 排第一 我覺得就是因為神是配得的 但是排第二 我想讓你知道 你如果未試過 一生都盡心敬拜讚美神的話 其實你錯失了的事情 是你無法估計得到的 是無法想像得到的 神能夠所加添給你的能力 聖過你的軟弱 聖過你的環境 使得能夠高升到在一個環境當中 每個人都信任你 但是問題是你也能夠有把握 使得每一個人都不會失望 因為你能夠為他們提供神的同在信仰 和在信仰上的榜仰 成為一個配得別人尊敬的熟靈領袖 全部都在大衛會莫這個秘密當中 知取出來 但是那個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盡心竭力去敬拜神 一有機會就盡心竭力敬拜神 我想你跟我說 我一有機會 就會盡心竭力去敬拜神 沒錯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 就算你是當年的大衛 你都不會犯罪的 你會看到大衛在第一次跌倒的時候 他跟了這個菲利士皇帝的時候 他整個年都沒有做一件事 就是作詩歌或者敬拜讚美神 你見不見那個秘密 大衛會莫的秘密 就是我們可以選擇 用美好的記憶勾去學習真理 就是敬拜讚美 不需要選擇用痛的記憶勾 就是軟弱懶惰 反罪 沒有能力去學習 這些信仰的經歷 或者真理 撒摩爾記下第十一章第一節 過了一年到烈王出戰的時候 大衛有差派讓入率領神博和以色列眾人出戰 他們就打敗阿門人圍攻拉巴 大衛營住在耶路撒冷 神與內心也認真奉與轉 攀將活跡情奉與你 今我盡心快步跑照著熟天的光 攀可心絕地認識著你 攀將真理在內心永恰 期待全活為你 求可將一生的歲月獻出給你 世間轉為我願歇氣再不記起 全心奔跑向著兼武力情 再不殺卻事上隨著你 越起可觀的心 至兵自著的性 再不留定 要決心全力實行真理 多管多少童話兵 風波裡無死 將真知的心靈獻給你